那小丝竟然说太子简陋 这很好看好吧 太子殿下 一日不见 花县主身体就恢复了 适应了 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殿下如此挂念 臣女自然要好得快些 听闻花县主 今日在尚书公主府 大肆刮搜了一份 收获颇丰 殿下真是误会臣女了 臣女与尚书大人和公主殿下 是礼尚往来的 怎会是臣女搜刮了一番呢 那姑 是否有礼物 送礼物 我都不想来的好了 自然是有的 原委 去把给太子殿下准备的礼物 从马车上拿下来 是 脸皮可真够厚的 长这么好看 也是白瞎了 要哪个好呢 就是你了 琉璃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个是公主殿下赠予琉璃的 那就是琉璃最珍惜之物 琉璃把它转送给太子殿下 烤饼 你是不是傻呀 好不容易打得秋风 干嘛又给他 这就不错了 听闻花献主送了田尚书整整一箱 你就这般糊弄过 殿下若是不喜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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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